好 蠻多人的 我觉得今天的心情很激动 第一个是充满了感谢 我们很感谢有这么多 协助我们一起拍片的朋友 我们的导演都站在台上 然后还有非常多在当时 还有在之后协助我们做摄影的朋友 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爱台湾 我们爱这个土地 可是我今天要说 爱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 爱常常充满了恨 充满了怨 充满了伤害 充满了愤怒 那我们在拍这个片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也跟我说 他们在这运动的过程之中 他们受到了运动的伤害 这个都是爱不可免所带来的 那拍完这个片以后 其实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反省就是 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的不是只有大家的认恨 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 我们会看到那些在这个运动过程里面跟我们的看法不一致的更边缘的声音 那这些差异往往是促成我们进步的力量 就好像邱玉民老师在片子里面讲 冲突才是社会的常态 冲突才会造成这个社会自己的苦患推动 那从当时三月到现在已经半年多的时间 很多的伤害已经造成了 然后这个伤害在我们的岛屿里面 很多是不可逆的 譬如说很多关于环境生态的 关于土地正义的 关于如何让我们更有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生存的环境 它就好像对我们膝关节的伤害一样 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你在你的脸书专页上面按赞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把你的心情告诉你的朋友们 然后我想问在场的朋友 借用岛屿天光一首歌的一句话 我们有没有变成一个更勇敢的人 我们要不要继续勇敢下去 让我们用这种勇敢的心情 继续面对未来可能会对人民 对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环境 造成更多的压力的这个环境 我们要继续走下去 谢谢大家